他竟然花了8萬多塊 他什麼都沒得到 如果是以正常做正義來講 你們這樣等於是在做博弈 穿著名牌外套語氣嚴肅 他是YouTuber蹦版 15號發影片踢爆 知名YouTuber有否系的一番賞 疑似藏遷 我直接包掉 160張我買 可以可以可以 蹦版因為接到這名身穿黑衣的 網友阿浩的投訴 表示他花了8萬元玩一番賞 卻沒抽到手機 即使包牌 價格還會越喊越貴 種種的不合理 讓蹦版決定親自出面 最後一炸 91號 所以中了嗎 沒有 你要確定喔 確定 這件事就很懸囉 這時有否系跳出來 要求入境開始解釋 有兩種問題 第一個 店家長圈 我們剛剛都有問過 裡面有沒有手機 你說一定有 對我來說 我直接講就像炸毒一樣 我就明白講 這錢錢是我的 你要怎麼跟我交代 確實是炸毒的感覺 只見有否系一故左右而言 他讓蹦版快要變臉 要求中斷拍攝 抓到你 牽不見的問題 你還在跟我印 然後說什麼選不選 他說不要怕 你就走了 事後蹦版透露 阿浩和有否系 在進行司法調解 說起一番賞 就是消費者 從抽出的簽紙當中 看看相對應的號碼或字母 有沒有中大獎 而有否系 因為拍攝爭議性題材 影片走紅 蹦版從事精品代購業 近年來 因為敢怒敢言 也敢花錢 在網路竄紅 即使這支影片讓蹦版收到不少關切電話 不過他堅持不刪文 不下架 曾踢爆一番賞詐欺的孫生 也發文痛批 有否系很噁心 硬凹的嘴臉 連他都看不下去 TVBS新聞交換為楊慈英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